自2017年遭中共特工从香港绑架回中国内地5年后 有中共权贵白手套支撑的 加拿大华裔金融大额肖建华一案 8月19日尘埃落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四宗罪 判肖建华13年徒刑 明天控股遭罚550.3亿元人民币 肖建华被罚650万元 路透社说 这一罚金创下了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称肖建华应立功或侵判 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内斗传闻不断传出的特殊时刻 肖建华到底攻出了谁呢